12生效,這個已經做好了,我先把它打包一下好了 所以將來如果你假設做好12生效這個APP的話 最後一樣是打包APK 這個APK的話實際上就是 白話意思是安裝檔 意思就是可以安裝在手機上面 它有兩個方法,一個是直接下載它 一個是掃QR Code,直接安裝在你的手機裡面 上個禮拜有同學掃了之後 好像還蠻OK的 放在手機上面沒有什麼違和感 而且放起來還蠻順暢的 聲音都有出來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先試試看 就是今天的12生效的 這個範例在手機上面長什麼樣子,你也可以試試看 未來其實你們那個BA專題製作 或者是說將來你要找類似相關的工作,你對比如說這種 手機APP的設計有進去,我是建議你可以 多累積一些你的作品 這個作品將來你也可以讓人家掃QR Code 有沒有,他可以裝在他的手機上 面試官 請他自己掃一下 他就知道原來你會做APP 做起來好像還蠻好的 那當然你的機會變多吧 不然你怎麼驗證說你是會寫程式的 你會寫APP的 OK 其實就是 我是覺得就證明給他看就好了 他問你說這你寫的嗎 對我寫的我設計的 然後呢 當然他會覺得 那當然就不用再多說了 因為有時候 這個清言萬語還倒不如用一個一個東西來證明就OK啦 所以其實 講再多不如秀給他看 所以最後當然呢 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QR Code掃一下 有沒有 那就直接裝在他的手機上 他應該對你的印象很深 比如說你要加來面試啦 你乾脆把那個 你的那個什麼履歷表 比如說應該就會 就是說 你在應徵工作的時候啦 你乾脆就上面 直接放個QR Code吧 一掃就是你的履歷表 你的相關資料 他一定他對你印象一定會深刻啦 OK 所以這是不是一種方式 我覺得是還蠻好的方式啦 那再來的話 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這個我是直接下載 那我主要是希望說 能夠秀給大家看 所以 他下載之後的話 檔案大概3.5Mbps 然後這個是他的檔名 什麼什麼點APK嘛 那如果我要讓他run的話 我剛剛是裝了夜神模擬器 我覺得這個模擬器蠻好用的 他只要直接怎麼樣 直接打開 他好像直接會對應到夜神模擬器 所以呢直接點兩下之後 他就會跳到那個夜神模擬器裡面去了 好像他會直接關聯 就直接跳到這邊來了 有沒有 那可以看到這邊就會 有一個我剛剛寫好的 不過這個好像是跳過就好了 他會問你要不要登錄 然後把它跳過 但是這個畫面好像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好像有點太太寬了 所以我上個禮拜有講過啦 夜神模擬器預設是平板 所以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把它改成手機 手機好像看起來會比較OK一點點 那至於他的解析度啦 我用預設好了 把它保存 然後重新啟動 一樣啦 你就把它run起來 就是 這個安裝之後 就會在你的模擬器裡面 他就會有一個APP的連結 在桌面上 你點他一下 他就會自動把那個 12生效的APP給呼叫起來 我是覺得還蠻順的 主要當然還有一點 就是你的電腦等級也不能太差 我們學校給的電腦 等級好像還蠻快的 所以run起來其實是還蠻順的 可是如果你的電腦是那種文書機的話 如果文書機跑起來應該沒那麼順 可能會卡卡的 OK 如果你假設你的電腦跑起來卡卡的 你不要意外 應該理論上是 你的電腦的那個 等級不太夠 一般就是說 要不就是說你確認一下你的 那個筆電的那個 記憶體夠不夠 如果不夠跑起來也會卡卡的 好 這個把它執行 有沒有這個裝完 你看還蠻快的 點下去自動就進來了 然後把它點一下 他就出 這樣好像我原來預期大概是這樣 所以12生效的話 基本上就是 12張圖 上面這邊其實是有一個標籤 這個有一個標籤名稱 請選舉12生效 當我選其中一個 比如說我選了老鼠的這個地方 點一下 其實這邊是12個按鈕 按一下 它會跳出這個東西 有沒有 它可以把老鼠的運勢把它跳出來 OK 但是你說 除了運勢之外 我剛剛那個資料裡面好像除了運勢之外 其實還有別的 比如說還有什麼事業 還有愛情 然後還有財運 所以下一個階段就是說 那我可不可以在這邊做一個下拉清單 就是當它下拉一個之後的話 自動跳其他的 讓它顯示出來 OK 那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 所以第一步的話大概就長這樣 12個圖 然後按下去它會跳過來 那怎麼做這樣的一個效果 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一樣 就是 先 開啟那個 就是 這個 App Inventor 第一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做 第一個就是你先到專案裡面 這個我的專案 然後呢 特別注意 新一個專案 New Project 應該 以前好像有 中文名稱 現在好像都變英文名稱 New Project 那記得 你登錄的時候一定要用Google帳號 直接就可以登進來了 它是跟Google帳號是連動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New一個project之後 給它一個project 專案名稱 但是跟各位講過 就是 這個專案名稱 你不能用 第一個 不能用中文 第二個呢 不能用數字 數字開頭啦 你 數字放後面可以 但是不能放最前面 所以呢 我就去查了一下 這個 生肖的那個英文翻譯 好像叫什麼 Rodia OK 所以這邊 假設你 查一下 Rodia 然後 後面給個 給個今天日期 2023 1123 好了這樣好了 OK 給一個 看它這個名稱好像有虛線 我看這個名稱 OK 按確定好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你會發現 它就會產生一個 空白的專案 然後會給你什麼東西呢 給你一個 一個screen 就是一個畫面 然後呢 底下其他都空的 所以呢 你第一件 第一個step 就是新增一個專案 那專案名稱的話呢 因為不能用中文的啦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翻譯軟體 幫我翻譯一下 因為生肖 叫Rodia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呢 我必須要 上傳那個素材 所以呢 你要想一下 12生肖裡面 總共會有12張圖 那這個12張圖 我已經在雲端上面 有範例資料 但如果你要自己做也OK 如果你假設 你在別的地方有沒有找到更漂亮的圖的話 那你可以找那個12生肖的圖 然後 來改都OK啦 只是說 因為為了要 設計方便啦 所以我已經把那個12個圖 我把它裁切 變成 本來是一張把它裁切 然後它好像沒有解壓縮 所以我把它下載之後 把它做解壓縮動作 把它 這個解壓縮全部 然後 解到這邊好了 直接解出來 OK 解到download 那邊有個12生肖 然後就這個 然後呢 我把這個12張圖 把它傳到哪裡 傳到那個 App Inventor 裡面 所以呢 我找到App Inventor 上傳文件 有沒有 然後呢 選取 那 我剛剛是放在下載裡面 這邊12生肖 所以 我把這個圖啦 理論上當然我是希望12張一起選 可是它有個缺點 它一次只能選一個 所以你就選一個 第一個 然後按確定 它就一次傳一個 然後呢 這邊 比較麻煩 那當然你就一次把 12張圖 一個一個把它 傳上去 這個我就不demo啦 所以大概我就先傳 傳個意思一下 假設12張都傳上去之後的話 那再來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我如何把12生肖的12個圖 變成12個按鈕 也就是這邊的話 可能你的安排是這樣 我的安排是 給它三個三個啦 就是說 123 然後三個放這邊 屬、牛、虎 然後三個 這個 等於 在 應該是這樣 這個畫得有點不太好 OK 所以大概是長這樣啦 然後呢 我們要怎麼樣 剛好 做這個版面規劃 這個版面規劃部分的話 就是 因為如果假設你用按鈕 上個禮拜是直接放過來 可是放過來如果你要再放第二個的話 它變成沒有辦法放在它的右邊 你會發現如果你放右邊放開 它怎麼跑到下面去了 它放在它上面了 但如果你假設要放在它 再放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把它放在 水平的方向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想到 在這個使用者介面這邊 如果你要加按鈕 你就在底下有個叫介面配置 記得本來是使用者介面 你把它點擊這個介面配置 裡面的話你就可以找到所謂的表格配置 或者是水平也可以啦 水平配置的話 當然水平配置 它一次只能放一列 可是我們總共理論上應該有四列 這個每列 裡面有三個按鈕 OK所以 首先的話你可以找到 這個表格配置 然後把它拖拉到哪裡 拖拉到它的上方 這邊有一條你放開的時候上面有一條藍線 那你會發現它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這個表格 它總共幾列幾藍 有沒有發現它這邊幾列 那列的話就橫向了 應該是 列的話總共是四列 那行的話總共就是 幾行 那總共應該是三行 應該是這個吧 然後寬度跟高度的話 我都把它全部設定填滿好了 就讓它填滿到最大 這個把它填滿 讓它放到最大 或者是說你把它比例調100 可以了100其實就跟填滿 意思是一樣的 接下來的話你就可以把這個 把它放進去了 有沒有 拖拉進去之後你會發現它就可以水平放了 兩個 有沒有 第三個的話再把這個 使用者介面這個把它放過來 不過好像跟我想的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第三個 然後再往下 第四個 第五個一直在推 但是它好像 跟我原來預期的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它這個表格 表格在這裡 表格配置 就是 好像列 跟我原來 因為一般如果是 在以色友裡面 列是橫向的 可是在這邊好像看起來 這個列好像變成縱向的 行才是橫向的 所以這個可能兩個要顛倒一下 這個改一下好了 那為什麼我知道 你會發現拖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邊旁邊怎麼還可以拖 顯然這個應該列是 剛好跟以色友概念是相反的 就是變成說列是縱向的 垂直的 然後行才是水平的 所以把它改一下 這個是改成三 這應該改成四 OK OK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樣拖拉這邊 這邊就沒有了 換成在這邊 那請各位依序 把12個按鈕把它放到裡面來 所以這樣你會發現 12生效的按鈕我們就準備好了 那準備好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 每一個按鈕 所以這個按鈕1就放老鼠 所以老鼠怎麼放進來 老鼠的話你這邊有個圖像 點一下 老鼠 有沒有 上傳的文件這邊會出現 然後按個確定 老鼠就過來了 但是 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其他的 比如說老鼠的鼠 然後再來就是牛 牛的話應該是放在第二個按鈕 所以 我們一樣在這邊找到圖像 然後把第二個 把它放上來 來了 你會發現第三個不見了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假設要剛好可以 放這個圖放得剛剛好的話 可能你要做一些設定 什麼設定 就是它的寬跟高 恐怕你要再稍微調整一下 你不能直接調到預設的自動 不然的話它可能會放不下 因為為什麼 我再試一下 這個第三個一樣 我把第三個的圖 選到 這邊按鈕可以選到 然後把它的那個 圖像選在第三個 按確定 OK 你會發現 隔壁這個不顯示 那不顯示的話 其實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按鈕1 把它的寬度稍微調一下 寬度也許調 個板就30 我看一下 這個比例調30 看看 或者是像素 你可以自己給數字 30 有沒有 然後這邊也是30 有沒有 這邊就擠過來了 那這邊第3個也是30 OK 但是問題它好像變 被拉長了 所以你的 高度其實也可以調一下 高度的比例 因為有4個 所以剛好25 因為總共有 假設你要剛剛好 4個按 等於有總共有 4 這個應該什麼不是列 4行 OK 所以就是等於是除以 除以4 100除以4 那就是比例是25 OK 也就是這邊也是一樣 把它這個 所以呢 寬的話一律 把它調成 30% 或33 也可以啦 高的話呢 把它調成25 這樣的話呢 將來 就會等比例的把它放在 這一個 這個 這個這個 App裡面 OK 所以請各位先 待會先試一下 把這個 圖 把它分別放上去 然後 其他還有在上面有文字 把這個文字拿掉 因為這個文字看起來有點矮眼 這個文字裡面把它拿掉 這邊也一樣 把這個文字拿掉 中間看到這個不好看 OK 好 分別的話就把這個123 把它加上去 其他的話 照一樣的方式 把它加到裡面 所以重點再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 我先在專案裡面新一個專案 第二個的話呢 直接就是 再把檔案上傳 然後利用什麼 利用表格 這個表格部分的話呢 就是在界面配置裡面 把表格配置拖拉過來 然後呢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三列 四行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再次 裏面